台慶劇《升空下的人衣》 吳京吳角已到結局州 劇情也看到人越來越慾緊 而在11月15日播出的一集 情節更加是躍心致極 劇情講到由鍾佳欣飾演的Eman 本來已懷孕8個月 因為救人深切 不小心與一位患有第五病的小朋友接觸 由於這個病 有機會透過母體傳染至胎兒 並對胎兒生命造成威脅 最終劇情交代 佳欣不幸受到感染 即使要進行否復產也救不回寶寶 現在因對死胎悲痛欲絕爆哭的演技 真是令觀眾看得到心臭 兒子 你很明顯 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我不要害死你 對不起 我不想 兒子 我不要害死你 對不起 說起預備拍這場戲的感覺 在現實中已經是仁武的嘉欣 都說覺得很痛、很難受 也對這場戲特別難忘 看劇本一想起 我已經… 我從未試過這麼震 心臨 以前拍過很多傷感戲 都不會影響得我這麼深 這次這一部 可能我自己因為真的做了媽媽 所以當要拍這場戲的時候 我… 我的心很痛 拍完之後我都是頭痛 因為我…就是拍我寶寶死 然後做C-section 拿了她出來 拿完出來之後 我要面對我的治療 但那個治療其實是… 很難承受 她之前還在我的肚子裡 我連她說對不起也沒有機會 很累 我很想她 我自己也很希望 我也可以組織一個小組 去幫助他們… 即是訓練 幫助他們度過這種難關 因為我想真的會不容易 其實嘉欣在2008年的劇集 《金石良緣》也有一場小產氣氛 對比13年前未為仁武的演技 現在做了媽媽的嘉欣 在演繹室去骨肉時的悲痛表現更為精湛 難怪嘉欣會成為事後大熱人選